第2909集 天女大人 这就是你的世界 天玉神帝苍老的脸庞不断地抖动着 双膝跪下 遥遥参拜着天上万须异象 曾经她是天上太女的仆从 现在她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天上天女所在的世界 真是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 仙人扶我顶 结发守长生 一片片的仙光从九天万须扑落而下 落在萧水寒的身上 萧水寒斩断情思 这一刻终于得到了一点上位者的赐福 她身上的魔气迅速地淡化下去 眼眸里的胸利之色也尽数退去 她的精神仿佛恢复了正常 这就是上位者的世界嘛 萧水寒目光呆滞 原本想呼喊出万须二字 但似乎有什么强烈的因果限制 她竟然开不了口 这万须神殿显然是世间禁忌 那些太上强者 个个都是一念湮灭星空的存在 从天上的异象里 萧水寒感受到磅礴的禁忌威压 放眼整个诸天万界 都没有谁有资格可以抗衡上位者的天威 这就是太上世界 如此浩荡 如此恢弘 帝氏大人如何抗衡 苏妍正正出神 万须神殿的惊天气象 彻底震撼了她的心灵 万须神殿 这是真正的世间禁忌 她今天只是窥见一般 就感到无比强大的气息 简直是不可战胜 帝氏天想建立心魔审判 覆灭天下 几乎没有可能 那些上位者们 不可能给帝氏天任何机会 帝氏天虽然强大 但在上位者面前 只不过是蝼蚁 这些真正掌控规则的大人物 实在太可怕了 或许轮回之主 心魔之主 命运之主的争斗 在上位者眼中 只是小孩子玩尼莎 虽然这些小人物 手里拿着什么心魔大昼剑 什么神罗天剑 什么骆尘降龙剑 理论上 有可能伤害到上位者 但上位者们 不可能给他们拔剑的机会 叶辰的手心冒出了汗水 他再一次感受到 万须神殿的可怕 无数仙光凝聚 化作一只符罩 从天上掉落下来 这是上位者的赐福 刚刚萧水寒得到的 只是一点皮毛 现在上位者 真正的赐福 才从天而降 这一只符罩 蕴含着滔天的气韵 滔天的仙缘 滔天的伟力 如果能够得到 就算是蝼蚁 都能蜕变成天神 叶辰看着那赐福符罩 眼眸深深的震撼了 如果他能拿到 赐福符罩 瞬间大气韵加深 或许能突破补天镜 突破乾坤镜 一举达到始源镜 也说不定 上位者的赐福 能量实在太磅礴了 好恐怖的气韵 遮天魔地 也是彻底动容 这赐福符罩气息 太可怕了 一旦得到 足以逆天改命 上位者的赐福 是我地渊殿的 燃我精血 化阵 苏妍看着赐福符罩落下 目自尽烈 仰天咆哮 浑身鲜血剧烈燃烧起来 他虽然被天狱神帝 打成重伤 失去战斗力 但他拥有一滴太上精血 依然有夺取 赐福符罩的可能 精血燃烧之下 一个六芒星血阵 浮现在半空 正好在赐福符罩下方 赐福符罩 飘飘荡荡地落下 就要落入 那六芒星血阵里去 只要符罩落入血阵 被传送回地渊殿 第十天 就可以凭空得到 大气韵加深 一举逆天蜕变 成为傲视天下的强者 不好 天狱神帝 大是震撼 没想到会有此等变故 多谢你们 为我地渊殿做嫁衣 苏妍凝丽地笑了 眼眸一片血红 这个六芒星血阵 使上位者的一滴血 铸造而成 世间无人能够破坏 该死 天狱神帝大怒 一掌狠狠击在 苏妍的天灵盖上 苏妍头骨爆裂 顿时身死 其实她遭受天狱神掌重创 又燃烧精血 就算天狱神帝不出手 她也不可能活下来了 然而 六芒星血阵已成 就算苏妍死了 血阵也没消散 反而发出一阵犀利 吸引那赐福福罩 要传送回地渊殿 六合飞雪阵 破 萧水汗脸色沉重 大手一挥 九十九把飞雪利剑 如潮如海汹涌而出 狠狠轰在血阵之上 血阵一阵颤动 但并没有受损 这血阵是上位者的 精血所化 传说中的上位者 一念覆灭星空 一滴血可压爆 亿万里的宇宙空间 上位者的精血 演化出的大阵 就算是还真净的 萧水汗 都不可能摧毁 而那赐福福罩 受到血阵的牵引 除非将血阵毁掉 否则不可能夺取福罩 眼看赐福福罩 就要落入地渊殿手里 千军一发之际 夜臣动了 夜臣纵身飞出 身如惶惶烈日 口中发出 一重重的吟唱 诸法终将覆灭 为我轮回永恒 六道轮回法 给我镇压 夜臣目光凌厉 浑身轮回血脉猛烈地燃烧着 他的掌心浮现出 一缕缕的轮回纹路 一个巨大的轮回之盘 在他的背后浮现 亘古 沧桑 磅礴 无敌的神威 不断从轮回之盘上爆发而出 这一刻 为了摧毁那六芒心血阵 夜臣居然动用了最强底牌 六道轮回法 此乃三十三天鸿蒙古法里面 排名第一的存在 威力之大 简直是匪夷所思 前世的上位者们 对轮回之主非常忌惮 误求赶尽杀绝 不敢给轮回之主 丝毫成长的机会 就是因为 六道轮回法的存在 轮回天威 如果爆发到极致 足以威胁到上位者的性命 此刻夜臣目自尽列 六道轮回法释放 浑身轮回天威 惶惶浩荡荡 只有依靠轮回的威压 才有可能摧毁那个六芒星血阵 断绝地渊殿 夺取赐服服罩的希望 夜臣狂然一掌 带着滔天的轮回气息 疯狂朝那血阵轰击而去 夜臣 是你 这 这是六道轮回法 难道你是 天狱神帝看着夜臣突然出现 顿时一阵错愕 师父 小水寒也是大叫起来 他的精神已经恢复 遮天魔地和雨池瑶 看到夜臣出手 也是一阵诧异 在诸多惊讶的目光中 夜臣狠狠一掌 带着滚滚轮回天威 狠狠激在那血阵之上 在磅礴的轮回气息的碾压下 那血阵顿时破碎 一缕缕血影四处飞射 整座血阵彻底崩灭 重新变回一滴精血 这滴精血属于上位者 足以押爆星空 夜臣玩手一抓 捏在手里 只觉得沉重无比 上位者的血 世间只有轮回之主能够压制 因为轮回血脉 超脱诸天 代表无上的法则奥秘 这也是前世的轮回之主 造人极度的原因 轮回血脉 潜力实在太大了 就算上位者 都不敢放任轮回之主成长 夜臣一手捏着太上精血 另一只手 抄住了那刺服服罩 服罩入手 夜臣顿觉滔天的气韵 滚滚扑面而来 如果捏碎服罩 大气韵加深 他的实力 不知会突破到什么地步 但是夜臣并没有动手 因为轮回血脉的修炼 只能依靠自己 如果依靠外人 拔苗助长难成大气 何况这是上位者赐下的服罩 夜臣的前世和上位者有太多恩怨 他如果接受上位者的赐服 必定要背负滔天的因果 大胆 给我放开服罩 然而 天狱神帝看到夜臣捏住服罩 只以为他想独吞 愤怒之下 纵身飞起 一掌朝着夜臣杀去 天狱神帝已经重伤枯竭 这一掌宛如垂死挣扎 毫无威胁 万压之剑 镇压 夜臣还没出手 遮天魔帝已经现身而出 一剑炸起无数乌鸦 剑光如潮 直接镇压天狱神帝 天狱神帝狂喷鲜血 身躯坠落在地 奄奄一息 遮天魔帝目光冷漠 握着长剑 就像一剑斩杀 别杀他 萧水寒飞声而来 拦在天狱神帝的面前 挡住遮天魔帝的剑 遮天魔帝脸色一沉 持剑凝立 师父 求求你饶了他吧 萧水寒望向夜臣 开口恳求 萧 你恢复了 夜臣眼睛一亮 现在萧水寒的心智精神 似乎已经彻底恢复 嗯 萧水寒重重点头 显然 他刚刚得到上位者的 一点赐福 已经完全恢复了 上位者的能量 实在太过磅礴 就算赐下一点福源 都能让人蜕变 你真的恢复了 夜臣惊喜不已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萧水寒 现在萧水寒彻底恢复 他顿时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水寒 你 你叫他师父 他是你的旧主 天狱神帝悚然动容 到了这一刻 终于知道萧水寒的旧主 原来就是夜臣 神帝大人 这数万年时间 多谢栽培 萧水寒神情带着一丝复杂 宫神道谢一声 旋即冷声道 但你为了控制我 篡改我的记忆 差点害得我亲自试诗 你和我之间 已经没有恩义可言 听着萧水寒冰冷的话语 天狱神帝一颗心 沉到了谷底 只觉得无限悔恨 萧水寒说得没错 他控制欲太强了 甚至不惜动用天狱法则 篡改了萧水寒的记忆 让他彻底迷失 昨天他的惊魂虚影 被萧水寒吞噬 也是咎由自取 但你栽培了我数万年 我终究不忍看着你死去 萧水寒目光悠悠 常常叹息一声 萧水寒目光悠悠